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头发会比较多 看起来年轻 我希望在这个发型上面的设计 我希望不要复合它 我希望会超越它的年纪 或是比它更年轻的 那个发型去诠释 在发型上面就是 保留了别的那些的 在裁剪上面 用比较柔和的气候去完成 它的整个多破线 那在上摆的部分 保留了一些长度 让它在波动的话 就会有一些些颜色的波长 面白头会持续地长出来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 一些新的设计 让它在新鲜发展出来的时候 它落差之后还是很大 鲜的颜色 会把它放在底部 让它投射在 头发前色的地方 它的波长就可以 反射出去 就会看见是 比较放松的视点 我觉得变年轻 然后头发也很好整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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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天生头发 反正的管量就很少 而且很像毛髒 所以就很不方便 最标准就是 凡然一新 希望能够走到去 新鲜的地方 本身家庭遗传的问题 所以它本身是 有一点点的熟悉性性 它发期限非常高 它顶部的打量 跟旁边两侧后面 都波长非常大 所以我就把它两边 后面都剪到极短极贴 保留它上面的长度 那我有帮它 选择一个 周明度的咖啡 也是因为它本身 有很大量的白板 是想要模糊掉 黑跟白之间的对比 然后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也是自然的结色 不会有什么的色差 修饰效果很好 修饰效果很好 就把一些 比较缺点的部分 像翻样少啊 把记线比较高的部分 做一个比较好的修饰 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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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看到不一样 我都见了这车 红热 知道自己 倒不适合 去爽 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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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帮她做一个简短的感照 那简短的时候 第一个她头发变短 头顶部区位变膨胀变心灵 所以 那我选择帮她接一个比较圆 比较可爱 比较好 也刚好符合她的年纪 小时候出现了这样的发现 这次我觉得很不一样 有新鲜感 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有想再想吃 这样子的发生 偶尔 小时候出现 让我摔倒 没有 不一样 有新鲜感 不过有机会的话 还有想再抢次 那次这次发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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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